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人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2月2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在聊之前 咱们继续打假 大家看看啊 还是这个账号啊 在B站上面 他已经把名字改了 改了叫坦平看中国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视频全是我的视频 然后呢 他播放的时候在视频里面 继续把这个油管专属啊 谢绝搬运 他用坦平叔把它挡上了 希望国内来的粉丝 帮我举报一下 坚决把他这个账号给封掉 因为这个人呢 我已经警告过一次了 这是赤裸裸的啊 这是偷窃行为 就是我是不允许的 我记得我在前面两次打假 录了视频我都说了 第一个 你要负法律责任 后果自负 你颁音频 那你就去颁 而且我还说了 大大方方的去颁 你只要在这个标出来 你这个是来自油管的 坦平叔 你颁去吧 我觉得我很开放啊 你颁音频 我也不愿意去管 我也不想管 但是你要说清楚 这个是搬运的就行了 但是你颁视频 那是不允许的 因为颁视频 在国内啊 这个平台上一露脸 因为我做节目 是随口说的 虽然啊 有什么这个资料来源 对吧 是国内公开网站上的这些信息 我去评论 或者我集合我的经验 但是啊 难免会说了嘴 你拿到国内平台一拨 那么我也不知道我得罪谁了 别人就可以来找我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从做视频的第一天我就说了 这是油管专属 谢绝搬运 你把音频搬过去 我也就算了 你还要搬视频 而且还要把这个油管专用 谢绝搬运这几个字还胆上 你这太无耻了 而且我已经说了 不用水里搬你还要搬 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举报 还有这些搬音频的 你也大大方方一点 对吧 把写上来自于油管 坦评书 而且你应该积极去举报这种 搬视频的 把这个账号给封掉 把它打掉 为什么呢 如果啊 我的视频被搬到国内 国内平台再放的话 我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可能也会在国内自己播 那我可能就让你们音频 视频全部都播不了 你说你积累那么多粉丝 有什么用呢 所以大家啊 这个见者有份呢 人人得而诸之 就一定要把这个叫 B站人这个 坦平看中国 这个账号给他封掉 如果他继续在B站上搬运 那我做视频 势必要小心 那节目的风格 有可能会大变 所以这个搬运行为 它已经影响到我了 它不仅仅是一种偷窃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账号给他封掉 投诉这个B站 也可以把我这个视频啊 简洁发给B站 B站啊 你作为一个平台 你好歹也是个商人公司 如果纵容 鼓励 默使这种盗窃行为 而且我已经明确说了 不允许他搬视频 你还让他的视频 在你的平台上去放 而且还推首页 这个B站这种行为啊 叫为虎作畅 希望B站把这个账号主动的给他关掉 最后强调一遍 不允许搬视频 好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咱们继续聊这个房地产 最近各路专家 还有各路学者 还有官员 纷纷出来对房地产 发表这个看法 我最近也一直在介绍 今天我在这个中国新闻网 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叫中心社记者 庞无忌写的啊 叫明确支柱产业地位 2023年中国楼市迎来转折之年 在持续下行探底 并一度出现加速下滑态势之后 2022年末 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转折 尤其是12月中旬以来 决策层连续表态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至2035年 提出支持居民合理自助需求 国务院副总理刘霍明确提出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至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任务之下 并提出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业内认为 2023年楼市将迎来转折之年 万而转呢 首先啊 我感觉这个文章的意思 不可能是加速向下吧 万下转的就是加速向下了 由于现在本身就是向下啊 他说的转折之年肯定是万上转 我们接着看啊 房地产市场将会在保交楼的民生底线 和不走老路的风险底线之上 逐步止跌其稳 其中四个领域的变化将是明年房地产市场 发展转折的重要注脚 他说了四个领域的变化 我们看看他四个领域 第一 重新认识房地产的角色 此方官方明确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一方面 地产链条产 设计面广 是重要增长动力源 另一方面 房地产也是重要风险源之一 对于金融稳定主要重要影响 2003年 中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 明确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此后 房地产业迎来了近20年的高速发展 但此次官方重提支柱 更大程度上意在稳定 巧了啊 坦评说啊 就是2003年 买的房 就是那一年 这个官方文件中出现了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就是房地产 但我买房 不是因为看到官方文件里面 说这个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才去买的 这个故事啊 我在后面会去讲 咱们把这个文章讲完 央行副刊长 刘国强近日谈及房地产业 是表示啊 支柱不能大幅度摇摆 非保持总体稳定不可 广东省 陈归院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 也认为 既然是支柱产业 考虑到其对经济 金融 财政 百姓权益 社会保证等方面的影响 保持稳定 避免大起大落 第二点 房企融资支持 将加速落地 这个咱就不说了啊 这个说的就是三支箭 三箭齐发 万箭穿星 草船借鉴 没有一支箭 是设向韭菜的 只有这个证监会 使出了一招叫草船借鉴 从小散那儿借鉴给房企 这一招是非常高啊 科尔瑞研究中心指出 随着融资功能逐渐恢复 央国企及优质民营房企 经营有望 逐渐回归正轨 初险房企 任将有序出清 房企此轮供给侧改革 将见尾身 合着恒大又再次被完美的错过了 因为他说初险房企 任将有序出清 那恒大是第一个出现的 那恒大先出清 第三个 改善性需求 或将挑大粮 住房消费 是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 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中改善性购房需求 有望挑大粮 这个我记得 有一个视频里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中裁办的 这个副主任他的观点 就是意思就是 刚需房呢 指望不上了 这般韭菜啊 确实没钱 那口袋比脸还干净呢 你刺激他就买房 不如刺激那些改善型的 因为那改善型呢 他现在住的是80平的房子 他想买个130平的 30两厅两位的 或者是40的 他可以把那个80平的房子卖掉 然后相当于再加40平的钱吗 或者是50平的钱 不是改善吗 要不他改善型的 他不能说再多买一套房吧 那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那凭什么他有了一套房 他还能轻松的买第二套房的 那说明这人很有钱呢 刚才说了 这个刚需都没钱买房 口袋比脸还白 那什么改善型的 他凭什么就有钱呢 无非就是说 他有一套房 把那套卖掉 然后买个大的 当然这个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是说 这个二手房不是不好卖吗 再说了 这个改善型的 他这个数量不会太大呀 所以说只是改善型的 去这个稳房市 托房价 有点不靠谱 反过来啊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好多人买了一套房之后 被套住了 因为他失业了 或者出现其他问题了 按揭黄不善了 房贷黄不善 有断供的趋势 如果是个企业的话 他也已经爆雷了 最近不有很多人 房子万出送吗 免费送啊 就是因为他黄不善贷款了 有很多人都黄不善贷款 一套房他都搞不定 你指着他去改善 他可以自己再套一个枷锁 第一次还没赔够 还再赔吗 所以说很多专家 这个出政策 感觉就是拍脑门啊 想一出试一出 搞得韭菜 好像跟他一样的有钱 我记得有两个专家不说吗 那个视频我还也放过 他说中国人哪个家庭 还没个五十万呢 就CCP面能拿个五十万 这个我可以说啊 还真不是所有的家庭 都能拿五十万 就是说 你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他可能身价三千万两千万 但是你说让他套五十万现金 恐怕大部分都拿不出来 充其量他是什么呢 他有套房 可能有个现金啊 他也是要么是买股票了 要么就是买理财了 股票现在是套着的 理财呢 也跌成狗了 他要是投资实体 估计肉脖子打狗啊 有去无回啊 你要是存在那个河南村镇银行 你五十万以上的部分 取不出来了 不给了 所以专家说啊 这些家庭那个 很轻松的拿出五十万出来 这个也是很不靠谱的 第四个 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中央裁判有关负责人表示啊 要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人口变化 城市化格局 包括城市群都市圈 城市更新 再城市化等 研究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摆脱多年来 高负债 高杠杆 高周转模式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 房地产不能 也不应该走过去的老路 穿新鞋走老路嘛 在供给侧要增加保障房供给 在需求端 要纠正过去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这他说的不太好理解啊 但是这个彭文生啊 我记得他说的是要 加快推出这个房地产税的 李宇嘉认为 向新模式转型时 要注意把握节奏 这个说的很好 也需要更有系统思维 避免金融财政土地的部门 单边突进 保证平稳过渡 对吧 向新模式啊 转型的时候 要把握好节奏 就是掏韭菜口袋的时候啊 也注意点节奏啊 口袋别一次掏干净了 这韭菜毕竟还要吃饭呢 说实话啊 这篇文章啊 他说的四点原因 说明啊 2023年 中国楼市已经转折之年 然后关键还是向上转折 总之啊 我整个看完了之后 发现没有看出哪儿 说必须要向上转折的 指着这个改善性需求来挑大梁 基本不靠谱 要把握掏韭菜口袋的这个节奏 也不太靠谱 因为韭菜口袋 它确实没东西了 你怎么掏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啊 或者是大家如果很敏锐的话 你应该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多次提到 如果你要留意的话 你把我的节目完整听完 对吧 不要看那些删减版的 为什么现在出来 颤夺房地产的啊 说颤夺不一定准确啊 总之他有颤夺的这个主观意愿 说什么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啊 又是万件齐发 又是草船借鉴 总之啊 在旧楼市非常活跃的 都是什么人呢 我总感觉好像都是金融系统的 大家仔细琢磨琢磨 这个房地产主管部门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沉默啊 就是主管部门 筑建部好像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什么说法 只是保交楼 保民生 或许是筑建部有一些说法 我没看到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 那主管部门对自己主管的这个业务 他不表态 然后由别的部门来表态 这个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呢 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 既然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那主管部门 这个筑建部的部长 应该出来说一说 要鼓舞一下士气啊 稳定一下军心啊 鼓励一下韭菜啊 好像没有 但是现在啊 无论是中介还是房地产公司 现在都是在吹风啊 还有这些专家 咱们也介绍了很多了 都在吹风 这个房地产已经见底了 明年就要回升了 又是转折 又是支柱 大家看啊 这是成都的 保利景城 武侯新城 这个险房的现场 显得还挺热闹啊 还是比较火爆的 这个你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托吧 都是300块钱一天请来的 是不是也想再营造一种 房市楼市火爆的一个场景啊 先不管这个 2023年楼市会怎么样 楼展跌啊 还有这个楼市的价格 就是绝对价格 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来啊 给大家说一说 我这个亲身体会啊 因为中国这个房地产的改革 我是从头到尾经历的 比这个很多年轻的粉丝啊 经历的多一点 还有一些年长的粉丝 可能比我经历的更多 我98年毕业啊 分到一个钢厂 98年的钢厂 大家都知道吧 正好国企大下岗 我记得我当时工资是600块钱 就是所有的加到一起600多 有时候是650 有的时候680 有的时候630 这个工资里面啊 有什么理发的费用 还有报刊费 就非常多 十几项 加到一起才600多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他每个月只发50% 就发300多一点 还有那300没钱发 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啊 都下岗啊 实际上就是我一个月只有300多块钱 而且那个时候98年 99年啊 这个正好是楼市改革 就是房地产改革 像我这样的人呢 刚毕业 连想都不敢想 就是根本就不会去想房子的事 就是你想不着这事 你先想的是吃的事 每天能不能吃的饱 平均一天只有10块钱 我好像干了一年 我不仅吃饱了 而且我还攒了1000多块钱 合着我一天大概五六块钱 那是24年前了 后来我就揣着那1000多块钱 跑到北京来打工了 就是在钢厂的时候啊 就根本就没有想过房子的事 因为无论它是分房 还是你买房 反正给你都不搭干 你就连想的资格都没有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呢 大学干毕业 就想着买房了 说房价高 房价低 对吧 至少你敢想啊 我们那时候连想都想不到 然后到北京打工啊 基本上啊 都是300块钱一个月 就是底薪嘛 然后都是拿替成的这种 帮行公司没有底薪 随到随上班 我记得我找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工作 他给我底薪300 但是我没去 我认为太少 而且离得我太远了 后来找一份工作 底薪是800 加替成 那个时候就不要说想买房了 你先找个地方住 住地下室 我还幸运 我没有住地下室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在北京 都是住地下室 那个时候 我记得这个 就是现在北京的那个 动物王啊 小五基桥那儿 北宫大吧 那个旁边 叫双龙小区 它那个是拆间房 好像才30万一套 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房子太贵了 30万一套 简直是天价 谁买得起啊 你能卖给谁啊 但是就这么想的 100多坪的房子 30多万 大概就3000多一坪米 后来我是运气好 找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上班 正好那一年是非典 非典刚结束 其实我也在家失业了 大概大半年 你非典 你去哪儿找工作 大街人都没人 非典一结束 我就找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公司 去上班 给我的这个适用期 工资是4000一个月 那是绝对的高薪啊 那个时候 我做传统行业的朋友 工资都是2000 还算高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站边上有个楼盘 应该是那个河生创展开发的 或许是他吧 也可能记错了 在河边上 那个妥妥的是核心地区啊 二环一里啊 那个房价是6000不到7000 因为我差点买了 就因为他后面北京站那个铁路啊 离的那个房子大概只有30米 我先炒的话 如果你按这个传统行业 2000块钱一个月 那个房价相当于就是 你的工资的三倍到四倍 那我因为是个新兴行业啊 移动互联网工资高啊 所以说相当于我这个1.5倍的工资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贷款买房 也挺吃力的 记得我还认识 04年跑到燕郊去看房 燕郊那个房价还普遍都是3000多4000 什么浮沉17浮沉27嘛 一大堆的啊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大学干毕业 或者是刚工作三四年那个时间里面 20年前连想都不敢想 什么买房 你连想的资格都没有 你看现在你很多大学一毕业的 就想着买房子 还能聊到这个房价高低 我们那个时候连房价高低 你都不敢去想 觉得跟你太远了 能吃饱就不错 但是你现在要看以前的房价 你就太低了 怎么4000一平米啊 6000一平米 现在都是6万 16万 但是你不能这么叫纵下去比较 没有意义啊 你的横向比较 你得跟着当时的那个环境你就比较 所以说不论是2000年还是2022年 你只要是年轻人都会感觉到房价高 买不起是一样的 我在2000年我也觉得买房是让人很绝望的一个事情 当然了我没有绝望 因为我就没想 等我买房的时候 我幸好找了一个移动洪流网的工作 我失踪期是4000 我转正的时候啊 他那个时候三个月转正 我转正的时候他给我6000 然后我跑到通州买房 那通州的房价还3000多一点 那我那6000多 相当于一个月能买两平米的房子 那这个压力就小得多啊 但是你要记住那是6000在那个时候是高薪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他主要是搞建筑的 建筑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啊 他年薪才8万 那是总经理啊 下面管了好几千人呢 你要搁现在他年薪可能是800万 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估计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传统行业和移动互联网差的还很大 说什么都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在你这个人生阶段 你肯定会觉得房子贵 但是这个房价到底高还是低 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 鹤岗的房子低 你愿不愿买 鹤岗也是地级市啊 我看这个好像是给鹤岗已经定为 什么叫中等城市还是叫大城市 鹤岗是也有什么三甲医院呢 人家也有这个叫省重点吧 教育资源也是不错的 好像还有机场吧 房价便宜为啥不去呢 你认为房价高 那是因为啊 第一个你可能没找到好的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你待在那个地方房价高 实际上呢就是经济发展了 大家如果收入好了 大家如果都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就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薪水高一点的这种岗位 创造就是薪水稍微高一点的这种就业机会 让更多的韭菜啊能够很顺利的去就业 收入还不错 那你房价现在就不觉得高 韭菜认为这个房价高 是因为韭菜收入太低了 这个20年韭菜的收入涨的比房价要慢 现在一个是211或者985的本科生 本科生啊毕业 我估计顶多1万块钱一个月 我说在北京啊 当然也得分行业 你要是计算机啊 或者是互联网 可能要高一点 要是普通的传统行业 可能还是要低一点 我就平均1万块 但是你跟北京的房价相比 差的就远了 就不是两倍三倍的关系 就我说的这个北京站附近的那个项目 现在估计是十几万一平米吧 那就是十几倍啊 当时只差三倍四倍 也就这样了 我记得啊 到2010年之前 这个房价和工资啊 基本上它都是能匹配上的 那房价涨得一快 但是较苦的人少 但是2010年往后 或者是12年往后 这个房价一路飙涨 收入没涨 收入可能还在降 这个减刀差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就觉得房价贵 所以要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啊 说白了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要提高韭菜的收入 既不能通过打压房价 来让韭菜买得起房 也不能通过这个炒房 让韭菜买得起房 我在以前节目里说过了 炒房是可以让韭菜买得起房的 但是这个就像这个几股窗花案的 这花传给谁呢 最终有一代人要去买单的 哪一代人不知道 你传的好 可能传三十年 传的不好三年就爆了 就是炒房嘛 那炒房可以让韭菜支付啊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 这个炒房不能长久 你看 房价不能跌也不能涨 所以说来说去啊 就是怎么样提高韭菜收入 这是正道啊 但问题是提高韭菜收入是最难的 因为不仅国内的经济有问题 现在看全球经济都有问题 我在会员频道里面讲的挺多的 有很多人问啊 为什么老蒋恒大 我记得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蒋恒大 因为恒大是第一个爆雷的 它又是第一大房企啊 许老板又是首富 这个恒大实际就是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中国的房地产 你通过恒大 你可以了解很多这个内容啊 我本人跟恒大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买过恒大的房子 没有买过恒大的什么理财产品 我甚至啊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都不知道恒大是开发房地产的 我也不知道恒大有足球 但是我知道许老板 很多人看我 以为我是搞房地产的 实际上我是移动互联网出身 我从2003年到2015年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行业干了12年 而房地产行业呢 一天都没干过 我学的是材料 毕业论文呢 是坦克复合装奖 国家机密项目 这个年纪大一点都知道 那个时候叫863 当然我是打下手的 负责做实验的 我们的这个材料啊 就要让这个穿甲弹了 穿甲弹不是靠这个顺时高温吗 把那个钢铁钢板给融化了 然后进去之后 在那个坦克内部爆炸 我们研发的这个材料啊 就是让这个穿甲弹 它没有办法短时间的融化 当然了 现在直接就跳过这个了 现在是叫什么 主动反应式专家 什么符合专家 什么外面加装这个烧烤价 问题是 我学的东西 跟我毕业以后做的事情 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说到这儿 如果你还年轻 觉得这个房价太贵 不要急 还是要努力啊 首先一个 跟这个国家大环境有关系 国家经济如果起来了 你家人个人努力 房价不贵 你能搞得定 如果这个经济起不来 那现在买房子 确实是压力非常大 而且大家也知道 你看 现在提供高薪的工作 岗位是越来越少啊 本来这个互联网公司 华为腾讯 阿里 京东 他们提供的这个岗位 工资都是很高的 平均工资绝对是 其他行业难以比你的 唯一能比的可能就是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也好不了那里去啊 人家都自己叫 什么 金融民工嘛 明年就要裁这个金融行业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今年 给这些房地产企业乱射箭 这个射箭是有代价的 三支箭八支箭的 万箭齐发 你不都要花钱了吗 你能收回了吗 所以说啊 明年这个金融行业肯定要大裁员 总之啊 无论哪个年代 无论是70后 80后 90后 还是00后 当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房价 绝对是高还是低 跟经济发展有关系 只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这房价就不高 如果经济不增长 这房价就是高 如果经济倒退 那大家最后 很多城市跟鹤岗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时候 你有钱你也不一定买房 你也不敢买 没钱那就更加没钱 吃饭都是问题 好 这一期啊 跟大家闲扯这么多 只是供大家参考啊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